我们来一起关心到54岁的金曲歌后詹雅文 金传身体状况亮红灯 近两个月报受了8公斤的他在医院做检查 发现罹患了帕金森症 左脑中度萎缩 消息一出让各界感到震撼 连线给记者游彦慈 社区不安重54岁的金曲歌后詹雅文出道30周年 今晚目前呢他事业顺利 不过在身体状况却是亮起了红灯 原来他这两个月因为身体不舒服 食欲很差 也让他整整报受8公斤 在医院做了一连串的检查之后 最后呢医生竟然发现 詹雅文罹患了帕金森症 左脑中度萎缩 而詹雅文呢也在脸书证实这项传闻 他表示呢目前正在服药治疗当中 状况时好时坏 有时候会不舒服 甚至会出现呕吐的状况 而医师更透露呢 未来詹雅文可能会出现手抖的情形 而对于这样的病情呢 詹雅文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 他表示呢目前就交给上天安排 而目前除了到医院这个持续追踪之外 目前詹雅文的这个唱片试验呢 还是一贯的进行 不过他也提醒大家 每个人都要多多爱惜自己的身体 应该要把速度放慢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资讯 先把时间还给彭内